我怎么能够太狠 谁啊 是我干妈 这么快就算家长了 呀 乖 等我了没 她是你干妈 小时候打赌输了 她逼着我叫的 哈喽 我叫瑶瑶 你也可以和她一样叫我干妈 是呀我干妈 那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喽 当做自己家就好了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她 我们都十几年的朋友了 你别多想 哇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乖儿子 快喂我 好 小卷 你也多吃点 我就说嘛 瑶瑶啊 一定躲在我女婿家了 阿姨 你怎么来了 叫什么阿姨啊 叫妈 当然 瑶瑶因为不想出国 就对她妈谎称跟我在一起了 只要帮她骗过阿姨 她就会走的 小卷 你别生气 那我怎么办 你暂时假扮我妹妹吧 什么 乖女婿 来了 不是妈多嘴啊 你这妹妹啊 也太没教养了 见头长辈都不打招呼的嘛 你 是 回头我好好说说她 来来来来 留个合影 我呀要去炫耀炫耀 对对对 亲一个 亲一个 妈 小卷 小卷 今天的事你可千万别当真 我一直都有喜欢的人 你大可放心 真的 当然 不过就是比我小点 年龄又不是什么问题 那你不生气了吗 哎呦我狗粮都要吃饱了 乖儿子他们等急了 我们走吧 好 去哪儿啊 几个发小打算去一去 我也要去 都是难道不太方便 下次再介绍你们认识吧 快走吧 快走吧 哎 早点回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心 怎么还不回来啊 高远 小卷 你怎么起那么早 我起太早 打扰你们了是吗 你说什么 妈 小卷你别误会 我们俩就是 昨晚朋友就会喝多了 你们都这样了 还需要我误会吗 对不起小卷 那是我妈突然查岗 你快伤了呀 哦 没有 你该伤的事吗 陆小卷你别闹 都说了他 只是说我干妈 那你可先干妈过去吧 小卷 高远 好苦过之后 就该放片遗忘 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再 是